长行珠宝 百达菲力时间 晚上七点整 欢迎收听矽谷华人电台今天各项晚间节目 真诚面对听众 完整财经资讯 尽在财经天地 亲爱的听众朋友 大家晚安 欢迎您准时在晚间七点钟收听矽谷华人电台的财经天地 今天为您安排的节目从七点到七点半 访问的嘉宾是Max Real Financial Max Real Estate在Cupertino的负责人Vila王 下半场就要来谈一谈股票的市场了 访问的嘉宾是蔡明知Benny Choi 下半场是call in的节目650-968-2000 首先让我们来欢迎Vila Vila你好 周乐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高兴再次在空中跟大家见面 现在在股票上面 因为道琼斯和标普500一直都在创新高 现在大家见面的话题是说 到底有什么因素可以把股市拉下来 可能需要一点时间是不是 那现在的贷款的利息呢 已经从一个半礼拜以前十年的公债回收率是高达2.6%多少 在今天呢 已经下到2.47%左右 我不知道这种情况是为什么造成的 同时这个略为低的十年回收的这个利率呢 有没有造成房贷方面的利息稍有歇缓一下 对对对 其实这应该是说这一两个星期呢 利率是比以前的稍微有点回调 那大概这个回调的比例呢 对于不同的program不一样 大概在0.125到0.25% 也不错啊 不错不错 所以现在其实我们有些pipeline的loan呢 过去一直在等利率呢 那最近我们是lock了一些 但是even这样的话呢 其实利率还是跟以前相比 主要涨得太多了 而且这次涨呢 我觉得跟过去最大的不一样是 它是直线拉上去的 你像过去吧 比如说我们要rate要涨1%到1.25% 大概这个时间段呢 会在5个月到6个月 慢慢的 一点一点的 比如说先涨一个quarter 然后呢 稍微有一点拉回 再涨一个0.25% 或者再涨0.35% 再有一点拉回 所以它是一条斜线上去的 45度角 对 然后呢 你客人或者是agent呢 都有时间在它虽然是往上走的时候 然后当它拉回的时候 把利率lock住 那涨的这个时间呢 由于是慢慢的涨 客人也比较能够消化这个information 他不觉得很痛苦 那这一次呢 就是整个涨了rate 如果从最低到最高点来看呢 差不多涨了1%到1.125% 30年涨最多 那其次是20年和15年 那arm的rate涨的稍微少一点 但是整个这个东西呢 是在一个半月到两个月完成的 所以这个直线的拉回呢 而且没有回调 这对于客人也好 broker也好 银行也好 这个还有很多的借款人也好 都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 因为它根本就没有给你一个喘息的时间 说我可以在它拉回的时候 我该把我的利率锁住 还有就是说 你大家没有这个预期说利率这样直线的拉上来 所以最开始的时候 客人还都想等更好一点的利率 这样的话呢 就是有一些客人就会被误在那边 所以Vila 我们从这一次的直线上涨的利率中间 我们又学到了一个lesson 就是大家觉得要refinance 在低的利息的时候还是要果断不能等的 对 你觉得说我会拿到最低点 谁能保证自己会拿到最低点 觉得很低就要当机立断的去锁住 对 还有就是说主要的我觉得这种情况 其实我们做这个行业也是超过十几年的时间 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也是前所没有的 所以你也很难说用你的经验来判断说应该怎么做 因为一般的来说agent也好broker也好 还是希望给客人拿到最好的利率 所以没有 就是说大家没有这种预期说 这个利率这样直线的拉上来 所以的话呢 客人我们也理解 他们也跟我们一样也是这样一种期待 所以的话呢 我觉得主要的是整个大环境变化太大了 一个是过去我们做lone的主要是说 我们跟某一个银行去做 Bank of Mark也好 City也好 你那时候Countrywide也好 这些我们都是跟Univision的银行去做 然后这些银行拿了lone以后 再去打包 再去卖出去 现在呢 大家的处处都是一样Fendi and Freddie 所以你不管哪个银行 你最后你实际上都要看这两家的price 你没有一个自己的说我有一个price 我可以去把这些lone卖出去 我可以要什么样的价钱 你做不到的 所以那由于是这样一个情况 而整个市场呢 又是被Federal Reserve这个债券的回收 这个QE这个签动 所以大家在同一个时间 得到同样的information 那由于网络又这么的发达 所以大家几乎是全世界 同时得到同一个information 所以大家所采取的行动呢 也很similar 那所以这个线是直着拉上去的 而不是这样慢慢慢慢的 根本就没有让你delay 没有任何国家delay的 都是直接拿到一份 所以这次的利息升高是让人措手不及 完全措手不及 再加上市场过分的解读Fed的要求 尤其他在6月18号说的那句话 对 说的太白了 我相信Villa您在平常工作之中 跟客户谈话 永远都是在探讨利息 很少有机会来告诉我们一下 您心里面对于经济的解读 为什么利息会造成今天这个样子 我觉得呢这次经济的就是说这利率的走高呢 你表面看的就是10 years bond 已经已经上去了嘛 你他从1.6级 那最高的时候上到2.7级 那现在拉回来也是大概在2.5左右 你本身这一有的T bill 你就涨了一个多percent 那么你所以你利率上涨一个percent 也是make sense 特别是长期的利率 那ARM的利率大概上了0.5到0.75 不同program 所以也是make sense的 还有呢就是最近读一些材料呢 不光是大家觉得你美你那个美联储可能会减麻 还有就是大家其他各个的投资机构 再包括各国政府一看到这个趋势以后也在抛棒啊 你再买的话你一个月你800多亿 你根本就抵不过所有的这些卖啊 所以你的这个意义是直接还是拉上去的 我觉得大家觉得经济会好了QE会减了以后会慢慢会停止了 所以现在棒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在keep 风险已经减少了 所以大家同时抛棒那整个市场就快死掉 所以你看现在外国都在抛美债 如果美国的政府自己在减少注入美债的这个dollar amount 你说这个利息是不是往后还会持续上涨啊 我觉得利率呢就是说现这次由于它涨得很凶 所以呢短时间呢也没有再力量 没有再大的力量再拱它往上走了 所以它拉回来以后再往上涨 大概会keep一段时间 until FED真正开始减少的时候 Rate又会继续上涨 好那在最近呢其实也有很多经济的数据啊 比如说新屋的开工率 又是达到了多少多少年的高点等等 然后在今天报告的第一次领失业金的人数 也是三个礼拜连续的下降等等的 对对对 那至于其他的重要的经济消息呢 我觉得其实最近出的经济消息都是不错的 刚才乐乐mention的这些哈 还有就是消费者信心指数 一直keep在高点83.9嘛 另外呢就是每个月增加的job 我们看六个月的平均 不是individual的看每个月 差不多平均是在20万左右 其实这个number是不错的 那你综合这个来看呢就是美国 现在在整个世界复苏中 它确实是一个领头羊 确实是很好的 那在这个基础上 那利率当然是上涨了 对不对 那我们看到呢就是说 我们这个利率跟前一 前大概两个月之前相比吧 它差不多涨了1到1.25% 那这个利率的上涨呢 对于买房的这个人 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 我们举个利率来说 比如说你你借个30万的贷款 如果两个月之前呢你的利率大概在3.375 那么你每个月的payment呢大概是1326块 那么现在像今天啊你的利率呢是4.375 涨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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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你的payment呢就变成了1497块 每个月就要多付出1710块的payment 带到62万5如果你是一个62万5的贷款的话 那么你的payment差不多从3.5涨到4.625的话 你的每个月payment就涨了407块 哇这个比较明显了 这个数字比较大了对不对 因为很多人就是卡在那 他就能够qualify这么大的loan 所以的话如果你这个rate上涨的时候 那么你的payment增大 你可以qualify的loan amount就会减少 这是两边的一个杠杆 对吧 所以我觉得这次利率上涨的话呢 对于买房的朋友是有一定影响的 是有一定影响的 但是现在在选择program上面 可能就要尽量选择利息刚开始比较低的这种 其实呢我们还是要给客人选择 正好这一两天我在做那么几个pursing的loan 通常呢他们的loan也都是超过六十多 六七八十万的loan 那通常我们会给客人choice 就是如果你要想要30年的 我通常比如你70 我今天做了一个72万4的loan 那么这样的话呢我就会给你choice 如果你是愿意要3年5年7年 10年的2那我们就做一个loan就好了 那么你的rate也比较低 通常的像5年还在3.125到3.25 那7年会在3.5上下 那10年也在3.875到4.0上下 所以rate还是比较低的 那如果是30年的呢 如果30年的话呢我们就会给客人choice 我们把它拆成两个loan 第一个loan呢我们去做就是high balance super conforming 这样的话呢我们像今天我lock的 还能拿到4.625 那另外一个10万左右呢 我们就把它变成一个line of credit line of credit 现在已经是prime加上多少 可能都要超过4了吧 超过超过prime 3.25嘛 所以它通常是加1到1.5 根据你的loan to value 所以大概是4点多 所以啦 4点多 但是4点多呢 因为你比较小 你像就只有10万或者有的人7 8万 最多的15万 所以还好 这样呢你就把它最大的给它固定下来 那这个line of credit呢 它现在先用这个rate 如果以后利率往高走的话呢 它也可以把它减少或者pay off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保证客人在前一个做的比较好 有些呢可能他并不是想长期后的 那么年轻的这些客人 他们就选择5年7年10年 那payment比较低 那这个我们也觉得蛮好的 所以depends客人 他自己是保守一点呢 还是说aggressive一点 那我们就会给他不同的choice 这样的话 对他是比较好的 是 那这个是指在什么时候 就要做什么样的安排 对计划 来选择program了 是是是 所以我们会通常会根据客人的年龄 他的职业 还有就是他是单独的income 还是两个income 然后呢 他会大概在这个房子 是第一栋房子还是第二栋房子 他大概会在这个房子住多久 各个方面情况 我们会给他一个建议 然后客人自己最后make a decision 好 那如果有了充分的知识了以后 就要看看在这种时候 我们如果要贷款 或者是要买房子 到底应该做哪一些准备的工作 Vila 对 我觉得现在呢 虽然说房地产的市场呢 由于利率的上升呢 比前一段时间稍微理性了一点 没有那么疯狂的抢 但是好的房子 这几天我们make的offer 我们公司大概这每个星期都有十几个offer make出去 二十几个offer make出去 我们看到呢 大概还是好的房子大概还是八个九个offer 哎呀 比较差一点房子大概两三个offer是这种情况 所以在多offer的情况下 如果你想拿到房子 你一定要做好准备 那这个准备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你要把你的loan做一个pre-proof 这个不是说你单纯的拿了一张信 就是我有一个pre-proof letter了 你要知道你能够贷多少 你payment是多少 你的tax是多少 那么买了房子以后 你的整个的payment负担 这个房子是多少 你要留多少自己生活 Vila 这个pre-approved letter 要伴随的这个offer一起出去 那上面要不要写这个subject property的地址 有特定的话需要写 也可以写 做一个一般的general的都可以 好的 我们今天访问的嘉宾 他是Vila王 他的联络电话 408-307-5056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Julia好久不见 你现在在哪一家公司住啊 哦 我加入了Max Rio Cupertino地产贷款公司 感觉真正找到了家 和你以前的两家公司不同吗 完全不一样 Max Rio Cupertino聚集湾区 顶尖房地产贷款精英 他们不但自己做的好 还热情的帮忙我们新agent loan manager Villa real estate manager Martin 无论是专业人品 或者是管理都绝对是一流的 那你现在一定做的很好咯 是啊 短短几个月 我的房地产和贷款成绩都增加了三倍 感觉每天都在进步 非常充实 那你建议我也加入Max Rio Cupertino吗 当然好咯 我们现在是direct lender 自己放款 方便又快捷 我们的loan processor都经验丰富 专业苦干很拼的 再难的loan也能搞定 快给我电话号码 Villa王408-307-5056 Martin Gu 408-568-9556 你想知道如何进入享誉盛名的中医名校吗 欢迎参加加州中医药大学8月1号 星期四晚6到8点 校园开放日 有30年教学经验 师资强大 设备齐全 执照考取率及就业率高 8月1号 周四晚6到8点 净备晚餐及茶点 欢迎来电报名408-2600208 网址3w.5branches.edu 408-2600208 Transpacific泛亚财务保险公司 是全美华人最大的寿险和年金的General Agency 代理超过30家知名保险公司 在全美有超过1000名保险经济 公司总部位于Arcadia 并于City of Industry, Torrance, San Jose及 Las Vegas 皆有分公司 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专业的培训及高用金 泛亚一定可以让您的事业再创高峰 欢迎保险经济加入我们的团队 电话888-831-8868 住房的安全是家庭至关重要的一环 最新消息披露 矽谷窃盗案多半发生在早上10点到下午3点 您家里安装防盗系统 来确保人身及财务的安全了吗? 更可以将防盗系统设定在您的smartphone上 随时可用电话来控制 这样就万无一失了 以上讯息由Frank Liu提供 Frank Liu 408-313-2688 Email frank. Liu 1268 at gmail.com Lisa Yang是您湾区房地产经济的首选 请致电Lisa Yang 408-393-3951 408-393-3951 Ur Property Group 优良的团队提供全方位的物业管理服务 请电Edition888-898-9688 888-898-9688 或Email到 info at urpropertygroup.com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Villa你好 周乐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在买房子之前先要有一封非常完整的prequalified letter 那进一步说明 对 那么如果您是准备买房子的话 或者是准备买投资房子的话 第二栋或者第三栋 您首先都要有三个基本的条件 一个就是您的投款 如果您有5%到20%的投款就可以了 第二个是收入 您的收入一定要有两年的W2 或两年的tax return 不管您是刚毕业的 我们可以用您的学历抵一下那个时间 你如果有学历的话 那你有一年或半年也可以 听得明白 或者你如果在中国工作 只要你在那边配了税 我们也可以帮您做 那第三个就是信用 您的信用分数不可以太低 一般的来说高于660 就应该能拿得到lone 真大方啊 我还以为要高过740 740就是拿到最好的利率 最好的 所以你660 你肯定利率别人就差多了 是吧 那么你有这个 因为有三家信用公司 对对对对 他说是取中间值 取中间的对 就中间那个三个score里边 他平均拿你中间那个score 就这样 还不取最高的 不会不会 那您如果有了这些条件以后呢 你就可以开始把这些材料给我们 我们帮您算一下 base您的income 您的credit 大概我们可以拿到多大一个loan 那您的投款要付多少 还有就是您这个program是怎样的 然后每个月payment是多少 那这边要提醒大家一个就是说 您的投款最好要提前准备好 最近有几个pre-proof的客人都看到了房子了 那投款呢 由于自己没有没有钱都是gift 这样就不行 所以的话呢 您一定要自己有五个percent 您自己的当payment 其他的部分您再用gift是可以的 哎等一下gift如果这个钱已经人家给了自己 在自己的account里面 躺了两三个月以上 那就不是gift了 那就是自己的 那就是临时抓来的这种 但是我们现在的大部分都是临时抓来 不是爸爸妈妈给就是哥哥姐姐帮就是这种 所以像这种情况的话没有关系是可以的 但您自己一定要五个percent是你自己的 五放才可以 还不能都是gift 那么你把这些准备好了以后就可以 然后credit如果您不是马上买 可以自己run个credit到line上面去也是可以的 那还有就是说 如果您没有什么credit card 没有什么信用的话 一定要开始build up自己的信用 一般来说银行会要求您三个trayline 什么叫trayline 就是你有两个credit card 一个home depot的car 或者是一个macy的car都可以 只要是您比较长期的这种信用的install payment 这种都是可以的 这个你可能说的是比较年轻的人 对对对因为现在 因为我们都是怕credit card太多爆炸 对对对 但现在年轻尤其是刚毕业的学生 现在父母帮他们或者各个姐姐帮他们这种人蛮多的 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找工作再回来这边 所以就很就是说都在looking for at least 买个小condo或者怎样是吧 那就是说因为呢我们大家一直就有点confused 说房价涨得这么高了那还要买房子吗 还会不会再涨或者说会不会有点跌 那我们其实如果你仔细看看的话 在silicon valley特别是以apple为中心 你往外散的话你看一看 因为我们这边地太少了 我们常常说是一个萝卜一个坑 或者一个萝卜两个坑 他也不愿意把那坑放掉 对对对对 所以的话你像去年前年买房子的人 我们最近其实他们涨了很多呀 可是没有人要卖呀 所以在这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因为你的土地的limit 还有就是人们不太放手自己已经买的 已经拥有的这些房子 所以房价下降是很难的一件事 那可能不会这么猛的涨势 可是还会一点一点往上涨 那么贝斯这种情况 如果您准备在湾区 长期居住生活工作的话 那还是有条件还是买个房子吧 这样的话可以帮助您 建立您的equity 同时呢帮您有一个稳定的家 其实现在租房子也蛮难的一件事 不但难那就是因为它房租贵 房租贵你不一定能租到你要的房子 对吧你尤其是好学区 现在如果在好学区做投资买了房子 还租别人的少之又少 因为它太贵了 所以你在好学区租房也是蛮难的一件事 而且租房也是三四千块钱四五千块钱 我知道我们最近我们公司一个在 罗斯阿特的租了六千多块钱 所以这个也是很贵的 那可能是公司在出钱吧 否则出六七千块钱的租金 它的income要多少啊 所以我就说你如果要是准备在这边长期居住 有自己稳定的家的话 那还是根据自己的条件去买个小房子 是我们现在先扯开一点 我以一个听众朋友 以一个消费者的角度 我想问Vila 您觉得比如说有人说 我听说2014年可能房地产的价值 会比较偏低一点 所以现在买房子呢现在就在等 就说好我让你利息高 你利息再高一点 卖方就不会那么拿窍了 也许价格就平稳了 然后呢可能到2014年这种情况 更凸显出来这个房价已经top off的情况 那您以一个professional的分析的角度 您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不会的 因为首先呢我们刚才已经分析了 就是你这个rate上涨 对你的payment有多大的影响 我们刚才已经看过了 还有一个呢你说2014年什么时间 通常来说每一年六月份之前一定是疯狂的抢房子 那也是这样 所以其实现在从现在到年底 反而是好时间 因为第一准备上好学区或者大抢的疯狂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所以现在好不容易 而且主要是利率这么直线拉的话 对大家心里有一个hit 就说oh my god 现在利率这么高了 那又抢了一段时间 所以反而是比较cooling down一些 那现在反而是个好时间 因为有时候你温水煮青蛙 你不感觉的 如果利率现在这个水平上慢慢的上涨 到明年又上涨个0.375 0.5 你不觉得了就 因为它是五六个月七八个月涨的 不像这一次两个月涨的你很痛 所以我觉得如果您打算买房子的话 现在到年底是一个好的时间 然后明年的年初 如果经济不出问题的话 大家又该开始抢了 抢一段时间以后再正常一些 基本是这么一个pattern 所以我觉得现在应该是 而且现在没有那么多人crazy 你还能够买到你要的房子 太多人抢的时候已经不可能了 好Vila 那我们来听听看最近比较高涨的利息 但是听说这一两个礼拜以来 又下跌了大概0.125到0.25 各个银码的program 我们来听听看 好那我们给大家update一下利率 以今天来说 conforming loan amount 就是41万7以下 30年差不多最好的lender 可以做到4.25 它对你条件也是很高的 4.25到4.375 15年大概在3.375 有好多几家银行都可以做得到 5年呢大概在3.0到3.125 7年呢大概在3.5到3.375 10年大概在3.5到3.625 这是就是低的 41万7以下的 如果您的 loan amount 是超过41万7 又在62万5以下的话 那么这一段的利率呢 30年的今天比较好的lender 可以做到4.625 那那这个其他的呢 比较好的利率大概就是arm 像5年还可以做到3.0到3.125 7年大概在3.5上下 10年也可以做到3.875左右 所以呢你看这些利率 就是能看出来一点 就你10年的program 如果你一定要想找一个长的的话 10年的program 现在是代替30年最好的一个产品 OK就是前10年固定的 那么他的这个利息呢 他的时间也比较长 但是他的利息是比30年fix 要明显的低很多 对如果利率10年跟30年相比 低过了0.5% 你就应该考虑10年 因为通常来说 你很少在一个房子里住30年 然后10年呢 你的 loan amount 也会大幅度的减少 你如果换房子有变化 那你拿的利率就好了很多 那你也没有什么risk 因为美国的这个利率的上上下下 通常五六年一定有一个turn了 五六年就会有个大的变化 有个大的变化了 所以的话我觉得 如果您前一段时间没有赶上30年lock到好的利率的话 那先confirming您做10年 大概还可以做到3.5到3.625 那even超过41万7 在62万5下 你还可以做到3.875 都是非常好的代替产品 我们中国人都最喜欢买投资物业 是的 就像您刚才说的 我们都不不满足于一个萝卜一个坑 对 我们一个萝卜有二三四个坑 对 还有的人有20个坑 有吧 有有有有有 那这样子的人他的退休 如果说这些房子大部分都能pay off的话 退休生活的固定收入是蛮稳定的楼 其实我觉得如果一个家庭be honest 因为现在的租金的话 你两三个bedroom已经能租到1600以上 然后四个bedroom都到2500 甚至于好一点的地区租到3000 如果你要是有个三四栋房子 再加上你的退休金应该能满足你的生活 如果你说我比较 我就比较能花钱的话 我就五六栋也足够了 听起来实在很开心 其实在过去的2008一直到现在为止 都是属于加州房地产低产低价位的时候 所以在那个时候collect了一些 实在就是很聪明的人 周乐这个说的确实是对的 我们前几天还在office里边跟几个agent 我们在聊天讲这件事情 因为前从现在开始了两年半时间吧 我觉得是应该是我们这一代人唯一的一次机会 因为在Sitical Valley 别的地方我不敢讲 在Sitical Valley这个地方 如果房子能够下降百分之四十到五十 应该是四五十年才能遇到一次 那如果是下降百分之十到二十 可能是十几年能够遇到一次 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在office里边讲 就是我们遇到这样一个机会 可能一生可能只有一次到两次 所以当professional都在耳提面命的希望 我们能够在保险中的aggressive 利用正的leverage杠杆原理 来添加自己的财富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敏锐一点 要勇敢的来堵下去 尤其现在的lender管的这么严格 很少有发生default的存在 或者是short sale 或者是新的forclose 有这些历史名词都是过去惹出来的祸 我觉得以我们做loan的经验 当然你像FHA loan 你交三个percent 或者五个percent去买房子 在其他一些郊区 或者比较远的地方是有的 但是在我们这个地方少之又少 at least 10% down 再加上银行非常严格的审查 再加上cash barrier 大概在我们这个地区 一直就是占30% 怎么crash 对不对 好的 今天在上半场 非常感谢Vila 听众朋友 如果您在房地产以及贷款方面 有任何的需要 有任何的问题 就让cupertino maxreal financial 里面所有的同仁 以Vila做负责人为一个轴心的组织 作为您在发财上面的一个伙伴 联络Vila电话是408-307-5056 408-307-5056 感谢你Vila 谢谢 谢谢听众朋友 听众朋友 我们下半场是来谈一谈股票 是一个call in的节目 650-968-2000 休息一下 Benny Choi就会来跟我做连线访谈 马上回来 Helen Ho是一位全方位的理财顾问 在她十多年的职场中 尽心尽力地为个人公司及团体做财务规划 Helen Ho是资深broker 代理上百种产品 为特别的您制定适合您的理财大计 请致电Helen Ho 650-678-0718 诈谈详情 您在考虑卖房吗 那您一定要听一听Rebecca Lin的周全卖房计划 确保您顺顺利利高高兴兴圆满结果 现在就打电话给Rebecca Lin 408-720-6800 408-720-6800 如果您向往成为成功的房地产贷款经济 请加入Sophie省团队 如果您热爱为客户提供最好的地产贷款服务 请加入Sophie省团队 如果您要为自己打造长远回报丰厚的地产和贷款事业 请加入Sophie省团队 Sophie省地产和贷款经济团队 是您最佳的选择 让您成为最顶尖的经济 详情请致电Sophie省408-799-2558 799-2558 只因为You deserve the best 东豪理财是美国正式注册的投资公司 毕业于史丹佛大学 拥有史丹佛大学博士学位的张东豪 以丰富的经验 为个人和公司制作实施特定的投资计划 投资是一等一的大事 张东豪投资四面注重回报风险税收费用 要知道东豪理财如何为客户面面俱到 请来电查询408-689-2509 网均www.askdz.com A-S-K-D-Z 华夏嘉景地产学院 华人民校最新精准考题 并有实物训练 创下湾区最高录取率 以及最佳学生评语 我们还提供超低贷款利息 保证最低 同时卖屋优惠保证一个月 卖掉您的房子 并免费staging 扩大营业成真地产 贷款经济分成优惠 报名热线408-621-9920 621-9920 或上网www.goodvillerealti.com 同时我们有银行屋 短售屋法拍屋展座 您现在收听的是细古华人电台 FM96.1 玩具历史最久收听率最高的华语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这里是细古华人电台财经天地 到了Benny Choi美国股市分析的时间 Benny你好 大家好 Benny今天礼拜四 谢谢您 2013年的7月15,16,17,18 7月18号礼拜四 美国的股市道指以及标普500 再度刷新了盘中以及收盘的历史高点 可是在这三大指数里面也各有玄机 比如说道琼斯的工业指数今天收盘 上涨了78.02 收于15548.54 它的涨幅是0.5% NASDAQ综合指数只有上涨1.28 收于3611.28 几乎是平盘 但是这个盘中呢 因为NASDAQ100里面有很多大型的股 今天表现的不怎么样 并且呢 在Google以及Microsoft报的业绩 虽然有盈余 但是不如预期 所以他们的股票也跌的比较多 另外像Ebay啦 还有Intel啦 也都下跌了 分别为几乎7%或者是4%左右 标普500指数上涨了8.46 收于1689.37 涨幅也是在0.5% 可是另外呢 还有像Russell 2000啦 还有道琼斯二指之Transportation啦 还有银行股 这个是表现非常好的指数 这个也看得出来整个的盘子里面 还是有比较好的sector 也有比较弱的一些sector 我第一个问题想要问Benny的是说 这个股票一直涨下去 到底有没有什么原因发生 会让股票下跌啊 当然会咯 就是我想主要的现在 当然现在earning season 我在blog上面也是这样写 那么银行股呢 就是当然是表现的不错啦 就是有那个第一个就是 Waleswago JP Morgan 跟的就是Citibank 跟那个美国银行 那都不错 当然也是有比较差一点的 Mecan Express呢 它就比较差一点 就跌一点的 不过呢就是 那个Multinational Bank 那些银行银行来说呢 是他们earning 这些是不错的 银行当然也是应该是 现在利息这么低 他们拿回来的钱 几乎是免费 接着去虽然说不是很高 也有四点多 这样就说是这个 这个就是 并且他们现在make the loan 当然是一定是 一定是非常好的loan 不会再会有这些 subpline的loan 所以呢就是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是稳赚的 那所以就是 所以银行呢 当然是 其实来说呢 他们 当然除了这个以外呢 现在因为利息很低 很多人呢就是 就是也是放西地 就是说不是办法 那就怎么样呢 就是正好 要是有钱的话呢 就是找那些银行的 so-called wealth management 那么他们那些东西呢 就当然也是 主要的也是跟他们买一点 比较保守一点的 bonds啊 那个 也就是说 然后有些是mucion fund啊 这样mucion fund 当然也是 是投资股票 这样所以呢就是 那这样的话 他们就收费比较高一点 所以银行现在都是 肯定是赚钱 他们trading方面 当然现在 也是也是 市场不是有很大很大的波动 也不是说是像08年 那时候大跌这样子啊 银行手上总是有很多股票 所以他们呢就是 那些brokerage house 因为现在银行 就是等于brokerage house 美国银行 奥美龄 对不对 所以就是 那个就是 Scovensec 他们也算是银行 那个 所以就是银行跟现在 跟那个投资 那个brokerage 就没什么分别 所以他们的trading方面 他们也是赚钱 所以就是银行是 肯定就是 也是政府帮他们了 所以就是肯定是赚钱 As long as 就是说市场 比较上大事上 比较好 还慢慢涨 那市场就是说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主要当然是 Earning出来还是不错 总结来说 当然有好有坏 今天收了盘 Google出来 跌了几十块钱下来 可是Google这股票 已经涨到900多 是 所以也是 就是说也是 anticipate它的 这个成绩太好 所以少调一下 也是 也不是太过分 那么就是 Ebay那些 也是涨上去了 现在就是调下来 所以也不是 也不是很过分 就算怎么样 express的话 也是一样 所以大致上来说呢 市场呢 当然是现在有一点 就怎么样呢 就是大家要留意的 就是欧洲那边 现在呢 美国是畅新高 可是欧洲呢 还是没有啊 那么这一点呢 大家要找当心点 那么第二呢 就是现在 sentiment呢 开始又 开始又比较 bullish 现在的sentiment的 reading 是怎么样 大概是 呃 就是说是最近是跳 大概有 10%上来 现在是52.19 左右 52对19啊 对呀 哇 通常一般的话呢 就是到了55 以上呢 这是55呢 然后就是那个 背呢 是under20 就说是19也好 18也好 17也好 最低是16也看过 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sentiment 就单单这方面来说呢 就是已经开始 就是有点危险 那么就是 什么样的危险呢 当然也不是说 市场要 要炒价08年 要大跌 也不是 因为就是 利息还是很低嘛 就是就是会来一个调整 那调多少呢 这就比较 比较难说 那我想 就是说 Earning呢 就是大概是在这个月底 差不多大的都差不多出完 明天呢 没有开盆 G1要出Earning OK 短短短短短 大家知道就是最后 Cisco出了 就差不多就完了 那么就是说大概是在 大概是在那个 7月底左右 就是说大的那些 七七八八都出完 那么 所以呢就是 市场大概我想 不管是明天可能小跌一点 也不一定 因为是Google 啊 最近Intel这样 今天跌一点 这样子啊 那么可能小 可能回一点 这样子 那么可是呢 是这个Chain 我想还是会 还是涨到那个Earning 出了七七八八 大概是在 这个今年的 这个月的月底到 就是八月的月头 就是这样子就是是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大家知道 从前呢 每一年都是Selling May OK 那么Selling May 这个呢 是 那么 他们是 从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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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开始 是不是Selling May 要这句话 要改写了呢 对啊 是 2013年就不是 2011年 2012年都是 2013年就不是 那么 那么到底是Selling May 也是因为 第一个Quarter 第一Quarter 第一Quarter出了 就是四月头 开始出Earning OK 四月头就出了 一个月的Earning 就像现在这样子 OK 七月出了一整个月的Earning 从那个AA 开始月头 一直到月尾 那Earning 全部出完了以后呢 就我想在八月头 那时候呢 可能会有点 我想会有点问题的 嗯嗯嗯 好 那我们再回顾一下 刚才您所说的话 比如说过去很多年都是Selling May 那么是因为四月份是报告第一季度的业绩 如果在四月不能够冲上去一个新高的话 那么大的业绩也已经报完了 五月份大家就比较失望 就开始Sell 那如果是七月也就是报到六月为止的第二季度的业绩 报完了 那像现在也是屡创新高啊 虽然NASDA这几天比较弱一点 但是如果一直持续到七月都不停的在屡创新高 那到了八月的Sell Off也许会比较小一点 会不会这样子 当然是要是涨到七月底可能就是再涨个200点了 200多点这样子 然后跌下来跌多少呢 就是那个呢 因为是第一方面就是说是在15500多 这个这种价位就是接近16000这种价位 是实际上市场不便宜 那么就是那么 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是Evaluation来说 是已经是比较比较高了一点 所以就可以调 可以correction一下 那么就是说在 然后呢就是说没有什么因素 因为没有Earning来刺激 所以这个呢变成没什么的话呢 所以它也有可能会调 那第三当然是sentiment 就是这个sentiment 就sentiment就是 要是是太布的话呢 那么也是会调 那就是说 还有一点就大家少要留意一下 就是欧洲那边千万不要 不要那个neglect欧洲那边 因为是现在是主要的 就是说是常常是欧洲影响 为什么 因为他们那边的经济还是比较差 对 就是常常就是说是过一阵子 又冒点事情出来 不管是西班牙 葡萄牙 那个希腊 西班牙 意大利 Cyprus 全部都是他们那边冒出来 所以呢就是 就是过了一阵子了 他们那边又有什么 又有什么坏消息出来 那么就是这样子的话呢 会对美国的市场也会有点影响 不过大致上来说 现在就是还是看不到市场会有一个 就是说非常大的调整 就是好像那个就是就算是2011年那时候 5月到10月那种调整 差不多几乎有有十几个percent这种调整呢 现在还是看不到 可能调起来我想大概四五个percent这种调整呢 是应该会有的 OK原来是这样子 好我们今天的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的 问到的黄金股实在是一共有四位朋友都问到GLD 那么我想今天也许大家都在自己的portfolio里面表现的蛮好的 但是现在是protect这个自己的potential的profit的人还蛮多的 所以我相信今天的问题对大家来讲都是很重要的 6509682000 待会我们回来以后来问问看现在的strategy 应该要怎么样严格的考虑 然后是非常严谨的要切实的执行 同时也欢迎大家的空应电话6509682000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昌星珠宝名表珠宝世家 飞升国际百达北利世代相传由您开始 瑞士欧米加最新限量版名表 Mikimoto珍珠银润光泽典雅高贵 Hearts on fire全世界车工最完美钻石光芒夺目 肖邦 宝基 宝博 万国 宝格丽等顶级品牌汇聚 为挚爱挑选最称心完美的礼物 首选昌星珠宝 Santosay Westfield Valley Fair Mall 及苗毕达环球广场 查询请致电408-983-2688 药补不如食补 食补不如动补 动补不如神补 您想让传统的中医面对面 手把手教您学会养生吗 欢迎您参加7月份 乌雅如中医诊所 举办的脊椎养生班 学习正确的睡眠 饮食 锻炼的观念和方法 和如何减轻压力 以达到自我保健 联系电话408-480-2860 408-480-2860 网站AcupunctureCanHelp.com 您可以找到细股华人电台 各项精彩的节目内容 首次买房费用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Benny你好 Hello Benny 你好 你好 OK 好 现在您在做些什么事情 在投资方面 现在就是说是 我是第一 就是说我不会加新的position 就是但是不会再买进 OK 那么第二呢 就是我现在呢 就是大概是在这个月底 可能会消点call出去 就是protect 少少因为是我 要是是 就是说是觉得这个市场 会有调整 45%的话呢 那么因为它的调整 不是顶大 所以呢就是 你可以要是你觉得 你是IRA的话 没什么关系 没有tax consequence的话呢 那你可以卖掉也可以 不然的话呢 就sell点那个 little bit out of the money 的call出去呢 这样子的 就说到就是那个 会有一点点protection 这样 要是它跌一点回来 万一要是是拿去拿走的话呢 那你还是有 还是有 比较好的profit 这样 这个呢就是 我觉得比较是拖当一点 如果说您是sell call的话 您是选择整个指数的call 那么如果说sell call 和买SDS来讲 那为什么您会选择sell call 是因为可以 因为卖而拿回来一点钱吗 对 因为你手上有一些股票 通常一般的话呢 我们都是 就是买点ETF 好像你这个 最近的 举个例子 好像TEN 那个SOLAR的 它长得蛮凶的 OK 那很有可能在这里 消化一下 那消化的话 要是它在这边盘来盘去 两块盘来盘去的话 现在大概是在27块左右 那么27块多 要是你sell一个 29块的call 大概少到远一点 那两个月的话 还有一块多 这样子的话呢 那这样子的话 就是要是它万一拿去的话呢 你就是 还有多加了八九个percent 要是它跌一点下来 磨来磨去磨掉的话呢 那你就是最少拿回来 五个percent左右 所以呢也算不错 嗯 就是要是你对销铐 没什么那个的话呢 当然是你可以买一点SDS啊 那些啊 这样子少到补救下来可以 不过呢就是SDS呢 就是就是有的时候 我通常一般的话呢 要是你手上 要是你手上有货 那你买一点 比如说来hatch一下的话呢 也可以 就是不要买太多 因为是呃 现在总整体来说 这个市场还是牛市 因为现在还是看不出来 这个开始 这个熊市的开始 因为利息还是很低 那么在这种情况以下呢 就是就是 买 要是这个买一点跌的话呢 少到小买一点 那是你有就是 你要是你有那个 买个 要是你有十万块钱的话 要是买个一万块啊 这样子买个ten per cent的话呢 that's ok 就是不需要买太重 好 嗯 Benny我们现在来开始回答问题 我们今天有超过十支以上的股票 听众朋友在问的 第一支是Bank America BAC继续上涨了百分之三点一四 十四块七毛六 他是当时他二年出来好啊 那么就是 比预测好很多啊 大家都知道银行都是很好 那他是 就是自从2008 2009年最低三块多呢 曾经涨到17块多 然后跌下去跌到5块多啊 然后现在呢 是差不多几乎在15 这5块不到一点啊 14块多 有可能 可能就是说是慢慢慢慢涨的话呢 我想它涨回到17块 这样 不过当然是 这个时间要蛮久的 短期来说 我想大概是 涨到15块左右 这样子可能又 就市场调的话呢 他可能也会调 所以呢 15块 15块多一点点 最多就是这样子了 OK 下面一个是GLD 有四位听众朋友问到GLD 那这四位我只算是只有一个问题了 OK 今天收市是124块01 现在逐渐有从底反弹的感觉 但是还是不停的 还是不能够改变它的Lower Low 和Lower High的这种叫做Trading Channel 您怎么看 这个GLD这股票呢 是其实呢 它是在190那时候呢 大家都知道是一个Top 那个时候是在2011年时间 就很久以前 然后它下来跌到150 150呢 就反弹170 好几次 反弹了三次 就成了一个好像Triangle 这样子 这个Triangle呢 当然是Collapse Collapse呢 我是这样看 这个是从190跌到151 然后反弹到175是2 现在这个下来是3 OK 这个3呢 这个3在116左右呢 是应该是 我想115 最低的时候 大概是早几个礼拜 这个应该是一个Bottom 现在是反弹 反弹上来呢 是它有一个Resistance呢 大概是在130左右 刚好就是它跳空下跌的那个地方 对 那个Gap的地方 对对对 130左右 所以呢很有可能现在反弹 就是说还有6块钱 7块钱左右 这样子 OK 就是到那个130 Resistance 然后这会不会再下来一次 这是下来 V5下来到底多大呢 是不是 一个Double Bottom也有可能 不然的话呢 最坏最坏 我想大概110 左右这样子 我想所以呢就是 大部分跌的 已经差不多了 OK 就是也跌了0.0 差不多 40% 0.382左右了 OK 所以呢就是也是一个Bottom 所以现在的时候呢 就是说是 应该可以进场 少少买一点 不过就是说也不要买太多 嗯 因为他就是说就是现在 就是说还是有点点呢 就是还是不稳定啊 如果就是短期的话 大概是130反弹 OK 好 然后可能再下来一次左右呢 就是这个应该精致 应该是整个调整 应该是调完 因为是时间也太 也是差不多一年多 也是足够足够了 好的 我觉得这样子 您用Po来算的话 搭配时间点 这样子大家就了解的很清楚 下面一个是URE 这个也是一个ProShare 看Real Estate的一个ETF 今天是88块 啊 Real Estate呢 当然是最近也算是不错啦 因为是 呃 也是比较比较比较hot 啊 REIT来说呢 就是比较上它是 它是股息比较高啦 OK 那么最近是 就是跌下来了 那么 我想它现在是最近是跌的蛮厉害 90多块 60几块 这个这个有点点就是是 有点break the chain line 这样子啊 所以呢就不太 不是鼎妙 所以呢 这个股票呢 我觉得 啊 最好呢就是 要是你 要是你是 我看大概有可能 就是是市场调的话 可能还会下来一次 现在反弹80块的话呢 最好不要追了 嗯哼 UNG就是美国的天然气的一个ETF 在今天是上涨的比较多 几乎5%左右 20块1毛3 请评论 嗯 UNG这股票呢 就是有的时候它 就是 当然是National Gat 其实还不错 不过它有一段时间跌的蛮厉害 现在呢就是盘来盘去 盘来盘去这样子 OK 那么就是 呃 不是说完全跟着那个 natural gas的走势这样子 嗯 所以呢就是 不止顶好 那么 最近的话呢就是 现在这个价位呢 可能就是会有点反弹 可能是 呃 涨上去的话 我想大概最多24块左右这样 好的 听众朋友因为我们今天问的问题 已经够多了 所以您现在还没有打电话进来 就请不要浪费时间了 好 下面一个是TJ Max TJ Max呢今天下跌52块4毛1 这些股票呢是涨了太多了 OK就是 现在就是说就是那个 因为他们这 呃 当然是这这这 他们的earning出来不错 可是那是有点点过分了 20 20多块涨到50多块 那么 所以在这里的话呢是 市场好 当然我想它没什么问题 不过呢 现在的话呢 我觉得这种股票 到底去追的话 可能有点风险 我想最少让它跌回到48了 这样子 再再考虑一下 好下面是AMD 今天是4块6毛4 Benny您来看一下这个图表啊 它从4月份的2块2毛5 一直冲到4块2毛5 然后就一直平 然后在最近七八个交易日才有break up 这是代表什么样的图形 它大概是我想是到了底 因为它主要的也不是说是它怎么样 也不是说赚大钱也不是 不过呢它主要的就是因为它有一个新的产品 这产品呢是真的是可以跟intel来竞争 ok 那它的产品呢 它偶然有的时候它会出个产品 就是跟着intel后面 就是 就是 比它出来呢 就比它便宜比它快 比它用energy比较小 现在就是有这样子的 有个产品 比如说产品不过刚刚出来不久 所以呢就是这个supposingly 这个产品呢是会令他们开始要赚钱 可是这个quarter呢 就是今天出来的earning呢 结果它结果还是少要赔了一点的 它赔是赔少了 ok 所以呢就是也就是说代表这个产品呢 就是说是catch on 还是比较慢了一点 所以呢你就要有点耐性 在这里的话呢 我想要市场调的话呢 我想跌下来大概4块钱左右 不会太差 那么就是 呃 然后就说是下quarter 要是它的开始earning好的话呢 我想这个产品就是说 这个公司 涨回到六七块 这个是应该有可能的 Microsoft是下面一位朋友 他问到的股票 今天它小跌了0.84个percent MSFT35块4毛4 请评论 它收了盘以后 春领20出来也是不太理想 对 所以又跌了一点下来 那么大家知道就是 Windows 8呢就是 就是 还是不差 不是 不是 不是太受欢迎 那它就是说是 Xbox啊那些都是 不是太好用 不错 所以呢就是现在就是靠这种东西 它很坏也不会 很好也不会 现在这种股票呢 回下来的话 大概33块 好下面一个是TNA了 这个是看小型股三倍看涨的 TNA今天58块7毛4 是 TNA这种我们当然是 这种我们是 就是说是 very speculative 大家知道 不然它会缩水 我是不大赞成买这种 这种 就是说三倍这种 这种 一错的话 就缩水缩得很厉害 对 上面的话呢 大概是我想大概 还有两块三块 因为它是TRIP嘛 所以就有几块钱都不稀奇 但是来说通常一般的话呢 就是市场 因为总算还是牛市了 所以要是市场调下来 通常一般的话 要是它调的话呢 就是调了大概10块钱左右 你买进去的话 那风险就小很多 现在的话呢 就是在这里的话 上面呢大概几块钱 下面呢可能也有 六七块钱跌下来的 好下面一个是 3D打印机的DDD 46块八毛七 这个嘛 当然是现在是 就是 红人嘛 现在是 大家都在讲DDD 就是说是 可以把美国的新机 整个可以救回来 这个是 所以呢 当然是它是非常 就是非常interesting 一个产品啊 那么就是 的确是不错的 就是在那个 曾经在那个 2011年那时候 市场大调整的时候呢 当然也是跌到 10块钱的 现在呢就是 现在涨回到 46块多 那这股票呢是 在这个价位 好像是高了一点了 就是有点点 有点吃力 那么就是 长期应该是 没什么大问题 不过呢就是 我想短期的话呢 就是市场要是调的话呢 我想它也会调下来 调下来 调多少呢 大概是最多大概 调到30多块的话 我想应该 因为这股票比较volatile嘛 跌到30多块的话 进场我想应该 风险比较小 好下面是 DR Horton 代号 DHI 21.67 DR Horton 当然是房地产啊 对不对 那你就是看一下那个 就是 就是要盖房子了 就是你看一下那个 那个 那个 XHB嘛 XHB呢 当然是也是去年 或今年 涨了一倍多 最近呢就调下来 那现在就是一个反弹 大概XHB的话呢 我想 就是市场 就是说 要是还有两个多礼拜的话 因为你出来它们比较好的话呢 我想大概 回到那个今年的 今年的高点 也许过一点点 那就是 然后就是说是 调整的话呢 我想它也是会真的调 好 最后一只股票 VISA V 191.01 从图表的左下 一直走到右上 这种股票嘛 就是好像 怎么样打不垮的这样子啊 这个图表是漂亮的 它45度 这样子 要是你看它的Weekly chart的话 简直不得了 80块钱 就一直涨 涨到现在191 那 因为经济好 那就是 你也是要用credit卡 经济不好 你也是用credit卡 也是照样用 对对对 所以这股票 不过我想 收到later总是会有点调整吧 不过就是 目前来说 当然也看不出来 图形的话 也是也算是不错 好 感谢你 最近的话一口气差不多 好的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结束 非常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周乐 祝您晚安 我们明晚七点见 拜拜 以上言论纯属嘉宾之意见 不代表矽谷华人电台 财经天地及主持人的品尝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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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